堂堂的一只熊狮,由于在大战中被咬断了脊椎,此时的它已经难以站立,更为关键的是,狐狼也已经叮嘱了它,曾经威震草原的熊狮,它还能否逃过这次生死劫呢? 我们接着往下看,在一处草原之上,一只熊狮表情落寞地卧倒在地,而此时狐狼却打起了它的主意。 而当狮子试图站立时,我们发现了端倪,它身体的后半部分几乎已经瘫痪,想站立起来已经困难重重,通过视频画面我们可以看到,这只熊狮的脊椎看似已经断裂,无法再支撑熊狮正常行走,看到这一幕后,也是令人非常心疼。 对于狮子而言,如果丧失了捕杀能力,几乎意味着它生命的倒计时,在竞争残酷的自然界中,没有捕杀能力,不仅会被同伴抛弃,甚至还要成为其他猎食者的猎物。 而这只熊狮所面临的形式,恰恰就是这样,当熊狮拖沓着身体行走,却无济于事实,它的交集与无奈全部写在了脸上。 就在不远处,有几只同伴,就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它,却没有狮子上前帮助。 在同伴的眼中,或许这只狮子已经无法给团队带来价值,反而是一种累赘,所以它们才会如此冷漠旁观吧。 没多长时间,一只狐狼就来到了狮子身后,目的自然也很简单,试图寻找机会对狮子下手。 狐狼体长70-105厘米左右,肩高38-50厘米,平均体重7-15千克,而成年狮子的体重是它的几倍之多,在正常情况下,狐狼压根不敢打狮子的主意。 然而正所谓虎落平阳被犬击,如今狮子后半身瘫痪,恰恰给狐狼一次绝佳的机会。 随着狐狼数量的增加,它们捕杀狮子的欲望也更加强烈。 果然没多长时间后,这只熊狮就被几只狐狼猎杀,告别了这个世界。 对于狮子这般的遭遇,着实令人唏嘘不已,而这恰恰说明了自然界没有永恒胜利者的残酷现实。 对此,大家怎么看呢?